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住在我们对面的这个住户 在释放烟火 直接故意把烟火踢倒之后 冲向我们宫庙 然后还好当下的乡客没有人员受伤 那像这样子的这个住在对面的住户 其实已经造成左右邻居的这个困扰 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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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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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8號晚上 因為有香客自我們調安宮來參香 然後住在我們對面的這個住戶 再施放煙火 直接故意把煙火踢倒之後 衝向我們宮廟 然後還好當下的香客沒有人遠受傷 那像這樣子的這個住在對面的住戶 其實已經造成左右鄰居的這個困擾 那希望有關單位可以出面處理一下 他是怎麼樣大概情況是他放煙火 是故意去把它踢倒嗎還是怎麼樣 對就是當下前一二發是往上的 然後有就是有香客看到他就是把它踢倒 直接衝到我們宮廟 瞄準人員發射這樣子 然後還好人員沒有受傷 有關本所轄區 金馬路與建國東陸 東陸口 燃放鞭炮擾人案件 本所將依據民眾舉報之影片 針對行為人燃放鞭炮 未注意安全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六十三條 第一項第四款 含請彰化地方法院裁法 可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下之罰款 令燃放鞭炮行為 亦超過晚上十點 本所將提供收證影片 含請彰化線環保局依照照應管制法裁法 可處新台幣三千至三萬元以下之罰款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